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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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空萬里一世明月星 千江游水飲明月 天地百轉夢中飲 今生無塵埃 啊明月高卦一世前世緣 今連汗陰陰花落 山河問之世間情 小康紅塵有一朝 把雲水之間仍逍逍遙 一笑恩仇了 把雲水之間仍逍遙 一笑恩仇了 五 rouge 離開 明月開 美傳 青空萬里一世明月星 千江游水饮明月 天地百转梦中饮 今生无尘埃 把明月高挂一世前世远 今连寒阴阴幻落 山河温至世间情 笑看红尘有一场 把云水之间人逍遥 一笑恩仇了 把云水之间人逍遥 一笑恩仇了 把云水之间人逍遥 一笑恩仇了 快点 大哥快点 大哥快点 大哥你快点上船 我就上面帮你看着 快走这儿离开 阿海哥走吧 阿海哥走了 有阿牛帮我们看着 快上船了 走快点 走了快点 等一下 叶雪 你跟来干什么 我是要去逃亡 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快点 快回去 快点 我不要 阿海哥 我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 你以为我是随便说说的吗 我要跟你一辈子 我要跟你远走天涯 就算你明天要被枪毙了 我要跟你去 江海 我真是的 国脚也能跑这么快 江海 舅舅 你不是说他一直躲在这间破屋里吗 人呢 怎么没看到他人呢 我怎么知道他又换地方了 舅舅 你怎么可以这么糊涂 他的信里 一定有写他要去哪 我又没有看信 我怎么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我问你 你们平常约会 最常去的是什么地方 海边的树林 你真的很傻啊你 他是要戏弄你跟我哥的感情 才会叫你隐瞒我 我要早知道你们彼此相爱 我就拆穿他的真面目 你要知道他对你不忠 你不会走到被抛弃的地步 那现在呢 人家已经找到他的对象了 都已经要做少奶奶了 你还在这里想你们的过去 我真替你感到不值 替你感到被爱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告诉你 天后不是那种人 你不要走 你放手 你不要走 叫你放手 听到没有 我不要 放手 放手 大哥 你怎么还不走啊 放手 我不要 大哥 快点离开了 有人来了 再次走的话就走不掉了 快点 快 江海 江海 你等我 你留信给我 是要约我跟你一起走 还是你要一个人离开 江海 我知道你没有见到我 绝对不会一个人离开的 阿牛 你知不知道江海他在哪儿 江海大哥已经安全了 没问题 昨天他跟应血小姐坐船离开了 江海跟应血离开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要不是我昨天亲眼看到 还不知道他们这么好 温血小姐对江海大哥轻声细语 照顾得很周到 咱们两个人真的很相配 说不定啊 找个地方安定下来 一块生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季红 瑞宇少爷 你知不知道 应血去哪儿了 你跟青江海来往的事 早就该告诉应血了 你也想不到 你会伤害应血 伤得这么深吧 我跟江海 刚开始 也只是普通朋友 是一次 又一次的折磨 才会让我们有今天的感情 可惜 我舅妈从头到尾都反对 造成我们的感情 根本就不能公开 我看到应血 对江海一往情深 我更加没有勇气 去承认这段感情 瑞宇少爷 你也知道我不说出来 是一番好意 你现在去来责备我 今天应血 他把我的心拿走了 跟江海远走高飞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伤心 我有多绝望 你说 到底是我欺骗应血 还是应血对不起我 写一个字 好像你很厉害似的 你认识字啊 你写这个要写给谁啊 别闹了 江海带应血走了 我们提红现在 是难过得泪流满面了 我现在要写信给阿海 叫他赶快回来 这下可真是太好了 你不晓得 我等这天等了多久了 这样新少爷就没对手 跟他竞争了 难道你是笼子是不是 我现在是说 我们提红很难过 你还得高兴 让开 我要写信了 既然你爱的是秦江海 你为什么又答应你舅妈 叫我娘去你家里下聘 下什么聘 我 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我舅妈自作主张 这件事 我绝对不会欺骗你的 原来我也只是美梦一场 我现在马上回去问我舅妈 你写的那一首狗爬字 谁看得懂啊 你是笑我不识字吗 你不知道啊 不然我又画的 你看一个人在哭 这样阿海就知道意思了 好了 就算他看得懂这个 你现在画好了要怎么样 塞到瓶子里丢海里啊 不对 我要把它折起来 绑在鸽子的脚上 让鸽子飞翔 阿海如果肚子饿了 打小鸟的时候 说不定刚好就打到这只 打你个头啊 神经病 天红啊 那个江海抛弃你没关系 我们不要理他啊 这种男人啊 见一个就爱一个 这怎么能依靠呢 幸好我们现在呀 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 这样还来得及 我们还有个新少爷 痴情的在等着你呢 舅妈 你为什么自己传假消息 说我已经答应新家来下聘 舅妈 你自己跑去新家谈亲事 我会被人瞧不起 你知不知道 你要做这件事之前 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呢 你知道吗 瑞宇少爷问我下聘的事情 我巴不得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种侮辱我受不了你知不知道 瑞宏啊 你是我抚养长大的 我们的关系就像是母女一样 天底下有哪一个母亲会害自己的女儿啊 好了 我们不要说新家有多有钱 我们光看新少爷人品就好了 你看看他 他一表人才 没点输给那个秦江海呀 你也讲个道理给我听听啊 舅妈 我求你 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提起秦江海了 我 阿图住手 阿易 娘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打阿易 因为他掩护硬血逃走 娘 那天我也在场 是我没有阻止硬血 你不能怪阿易 原来你也有份 你不用替阿易脱罪 你如果永远学不会维护我们新家的名誉 你就会一辈子被别人吃定 我对天发誓 不准硬血再踏入新家一步 那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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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帮他 来来来 抬一下 好 来来来 还有还有 把这个帮过来 这边进步 快快快快点 让开让开 借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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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海哥 我看你这么累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好不好 走 大小姐 我本来也不会累 是被你跟到累的 我拜托你一下 我现在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你不要再跟着我好不好 阿海哥 阿海哥 你看 那边有个旅舍 我们去休息好不好 好 蹄红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再这样吹风 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啊 季红 你要不要紧啊 谢谢你的关心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我真的承担不起 我真的承担不起 蹄红 你答应我 跟我结婚好不好 我会照顾你 我会再让你受到任何的孤单 贫穷 无依无靠的痛苦 可以照顾你一辈子 是我最大的愿望 是我最大的愿望 也是最大的快乐 我已经准备好 要跟秦江海公平竞争 我会用我的真心来感动你 第一次是我跑得比较慢 不过现在 是秦江海自己放弃了 我会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 谢谢 秦小姐 虽然替虹没有答应跟我离开 一起过新的生活 不过在我的心中 永远还是只有替虹一个人 祝福你秦江海 小 Duicks 阿海哥 你怎么办 阿海哥 妈 妈 你怎么办 你 administer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事了 你们去忙吧 你们大家快点回去做事吧 好吧 好啊 姐 我带你回去 阿江 九妈说的对 我要出来做事 才能把江海忘了 阿江 我也很想把江海给忘了 让我的日子恢复平静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没志气 我明明知道 怕选择有钱人家的千金 我还是每天想着他 我为什么要想他呢 姐 阿海哥不可能对你变心的 你们两个之间一定有误会 我相信阿海哥一定会回来 跟你解释清楚 今天晚上要把这些面粉送完 快点快点 里边还有 那边动作快一点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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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怎么这么软弱 跟乌贵一样 要背到什么时候 外地的没办法了吧 如果没本事的话 回去自己的地方赚钱 不要来这里抢我们的地盘 派看 看什么 不服气是不是 快点 快点快点 动作快一点 动作快一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啊 里面的快点 哪来的乞丐博 倒下就睡想吓死人呢 起来呀 起来 闪开你 告诉你我们正在搬货 不要在这里打路 如果要祈祷去别的地方 看什么还不快搬 快点都告诉你你在忙了吗 快搬快搬 快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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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快点 快点快点 你们快点 我从昨天就交代替洪 要把家里好好打扫一下 你自己看看 我们家里里里外外的 什么地方打扫过了 哎呀 我要养条狗啊 看到我还会叫两声呢 哎 替洪现在心情很差 你还这个样子 舅舅 舅妈 姐姐发烧越来越严重了 怎么了 我看我看 哎呦 烫得跟火炉一样 快去请大夫 好好好 快 等一下 家里连买笔的钱都没有了 还有钱请大夫啊 替洪啊 你年纪轻轻的 学人家千金小姐这么娇弱啊 生病啊 一片人家没生过病啊 你说完了没有你 姐 让我回染不防 我还撑得住 舅妈 姐姐都烧得这么严重 你怎么还开口闭口都是钱 阿江 怪了 你耳朵有问题啊 你没听到你侄子在说什么 他这样说我 万一左林幼师听到了 还以为我是怎么虐待他们姐弟俩了呢 你闭嘴 来 来来坐 坐 姐你要休息 来来来 你没看到他生病生成这个样子了 都快断气了 还叫他去做苦工 这不是虐待是什么 不用 不用别的广播 这里左林幼师全都知道 知道你坏心眼儿 要死你就早点死 死后下地狱下辈子不得投胎 对 你在诅咒我啊 对 你在晚辈兵前这样说我 你好大的勾胆啊 我告诉你啊 我忍耐你啊 已经忍耐很久了 我是为了要加合外势心 你以为我怕你啊 隔寸坚持面谈 你自己擅作主张厚脸皮 跑去心甲跟人家谈亲事 你是在卖女儿啊你 如果不阻止你的话 以后要是我死了 你要我拿什么脸去见我的姐姐 你不会不要见他 我 这这 替红啊 你舅舅是个傻子 你可别跟他一块傻 你要记住舅妈跟你说的话 这个世界上爱情不重要 我告诉你啊 钱啦 钱才是最重要的了 你懂不懂啊 你这种话你也敢说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舅舅 舅舅 你敢打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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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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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舅 杅舅 舅舅 舅舅 这间会设是你跟哥哥一起管理 还是哥哥出主意你去执行 少爷 我虽然是新家的老管家 不过再怎么说我也是员工 绝对不敢乱来的 少爷 如果你叫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我愿意为少爷做牛做马 清叔 你跟哥哥一起管理 哥哥我都很尊重 只是我对外面的报价不太清楚 厂商的报价 我们是不是都要加两三成 作为我们的手续费 还是员工的福利 少爷 没这个事情 厂商竞标出价比较低的人得标 品质我监督也依照合约进行 不可能有两种价钱 这就奇怪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刚才王继商行来收账 他收的账跟哥哥报的价 少了差不多两成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呢 不可能啊 是不是你 还是哥哥在签单的时候签错了 这 有可能 少爷 你也知道 会社的事情很繁杂 有一两次的插座是难免的 当然了 有一点小出入是没有关系 对了 清叔 这两个月的账目 我想拿来看一看 少爷 你跟哥哥这么忙 我是想 是不是可以替你们分担一些工作 比如说 检查这些账目是不是有什么差错 哎 你要知道 这个账如果出了差错 娘要是知道了 她会很生气的 这 少爷 账目很乱 我还没有整理好 没关系 有多少你就拿给我多少 明天就拿给我 是 是 是 奇怪 这么晚了还有人在搬货吗 瑞堂哥还没走吗 小心一点啊 总管 这些货要送到哪去 老板交代呢 快一点 瑞瑞少爷在等呢 是 跟我走跟我走 快点快 来 请说冒用我的名义搬货 他到底想来做什么 瑞瑞少爷 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 我可以证明 是西瑞堂想要报复我 那是因为 他欠的货单有问题 我去点货的时候 少了二十项 我问他 他就怀恨在心 他怕他做的事情被我拆穿 所以连同孙庆来陷害我 把我赶出回事 秦江海 是不是发现了庆叔的事情 才会被他设计陷害 可是 庆叔是我们家的管家 他如果搞鬼 娘会不知道吗 是新瑞堂派人 把钱藏在江海他家 我亲眼看到你们新家的管家孙庆 进去江海哥他家 他不是新瑞堂的人吗 他不是在替新瑞堂办事吗 替洪也曾经说过 庆叔的嫌疑最大 可是那时候我都不相信他的话 我到底是不是被嫉妒搞糊涂了 现在秦江海是不是冤枉的 只有替洪可以作证 真的有这种事啊 我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叫他去搬货啊 润宇啊 从婶婶派你来会社之后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我们一块处理的 这 会不会是庆叔老糊涂了 上次丈母的事情 他的解释是记错了 不过这一次呢 是被我亲眼看到的 我现在看他还有什么借口 哥 你看 我们是不是养虎为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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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叔在新家做这么久了 一直都很忠心 这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润宇啊 我们可要谨慎一点处理 不要冤枉人家才好 我呀 思前想后 把所有的疑点都整理清楚 秦江海偷钱的事 一定是庆叔搞的鬼 润宇啊 不是哥哥不相信你 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偏向秦江海 现在他已经在逃亡了 你还在替他解释 你呀 你真是读书读到头脑有问题 哥 我不是在替他辩解 有替洪可以作证 他亲眼看到孙庆 把钱放在秦江海的家里 这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个庆叔就太可恶了 枉费我们把他当成心腹 连会设的钱他也敢贪污 还把我骗得团团转 瑞宇 你放心 这件事交给哥哥来处理 我马上去找他 一定叫他把钱给拿出来 你说孙庆通拿货 有什么证据吗 娘 我有充分的证据 哥叔他去处理 等一下就有消息回来 进去 婶婶 瑞宇 请书全部都承认了 枉费婶婶把你当成自己人 你自己说 为什么做出这种对不起新家的事情 你真是令人太失望了 孙庆 你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念你在新家这么多年 说不定我会原谅你 夫人 孙庆对你跟少爷的忠心 您最清楚了 我是一时糊涂才会做错事 夫人 少爷 只要你们肯原谅我 就算你们打我骂我 我都不会有怨言 你偷拿货 偷拿会社的钱 你现在只用糊涂两个字就想算了吗 你枉费我娘跟我爹对你的栽培 你现在如果说谎的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请书 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快说 你到底偷了多少货 钱拿出来 是我不好 我太贪心了 才会跑去赌场赌博 赌输了担心没有钱可以还 才会跑到仓库投搬货 和会社的钱 夫人 请您原谅我 我现在没有钱还你 不过我这一辈子做牛做马赚钱还你 想不到 我真是想不到 你竟然会吃里扒外 我 我如果再留你在会社 会社迟早有一天 会被你搞垮的 瑞宇 幸好你发现得早 才会知道它的真面目 你看 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才好 你偷拿会社的货出去卖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秦江海偷拿公款的事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你的罪行 所以你就设计陷害他 是的 我会嫉妒秦江海 但是我的目的也是为了夫人还有你 因为那个秦江海每次都给会社作对 我是看不下去才会替你们出去 这样我错了吗 少爷你应该明白 你真是自私 为了掩护你自己的罪过 你就陷害秦江海 以后你就别想用秦家做你的靠山 少爷我 娘 我们马上把庆叔送去法办 洗清秦江海的冤枉 顺便对外面的人证明 我们秦家谁讲道理是非分明 绝不会用势力去压迫别人 你说的没错 我们会误会秦江海 都是中了孙气的圈套 我们有责任还秦江海一个公道 沈沈 瑞宇 我现在马上把清叔押到警察局去 等一下 夫人 少爷 你没听人家说吗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为新疆做牛做马的 难道比不上一个秦江海吗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清叔 敢做就要敢当 你要真心悔改才对得起新疆 走 夫人 走了 少爷 夫人 瑞唐少爷 你别这样好不好 闭嘴了你 瑞唐少爷 我们都已经讲好了 你会想办法 你不会把我抓去关吧 瑞唐少爷 清叔 你在紧张什么 我是这么不讲义气的人吗 干脆你就做漂亮一点 我也不会亏待你 你想干什么 你赶快走 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 不要再被任何人知道 记住了 刀子拿去 刺我一刀 不然婶婶怎么会相信呢 这个 快点 快点 走 快走 瑞唐少爷 你放心 你对我有情 我一定对你有益 走 快走 瑞唐少爷 你对我有情 我一定对你有益 瑞唐哥 你的手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瑞唐 你的手怎么了 瑞唐 快去请大夫 快点 不用了 只是一点小伤 瑟瑟 庆叔跑掉了 还刺我一刀 都怪我不好 才会被他跑掉 可恶 这个庆叔一错再错 都不知道悔改 娘 我们去报案 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我已经派人去报案了 如果你们还不放心的话 我现在马上再去跑一趟 叫警察来处理 瑞唐 你为了这件事而受伤 我已经很难跟大伯交代了 你还是先去休息 对了 桂枝他回娘家去了 等一下我怕阿英叫他回来 可以照顾你 我相信孙契 他一定跑不掉他 这件事就交给下人去做 你快点去服药 好 叫你休息你还做呀 来来来 我帮你做 舅舅 你把舅妈赶出去这么多天了 有没有她的消息 不要管那个疯女人 这次要给她一点教训 不然她又会欺负我 可是 万一她没有回眼水 在外面流浪 风吹雨打 这样行吗 这个你尽管放心 她在外面有一大群赌败 不用怕没有地方住 你这么好心干什么 她这样对你 你还担心她 她要是会珍惜的话 今天也不会这么狼狈了 姐姐 舅舅 你们知道吗 官府已经证实了 阿海哥是被孙庆诬赖的 现在都在通缉孙庆 太好了 对啊 那个孙庆也亲口承认了 是她诬赖阿海哥的 现在阿海哥已经没事了 我就知道 我怎么可能会看错人了 那 那现在江海喜庆冤枉了 这样就可以回来跟你团圆了 舅舅 都是那个孙庆海的 要不是她在破坏 我早就可以叫阿海哥姐夫了 怎么不说话 快想办法叫江海回来 舅舅 江海是跟应血一块离开的 就算她已经知道自己喜亲冤枉了 她也不可能回到我身边 你不用再安慰我 我会起点高兴 不过 我也已经决定 要把她忘记 姐 姐 你听我解释 姐 那个时候是因为官府要抓阿海哥 阿海哥不得已才会离开的 不过现在阿海哥已经没事了 他一定会再回来找你的 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安慰我 江海真的是变心了 我要是再欺骗自己的话 就只能永远伤心 永远走不出这个痛苦 姐 铁虎 事情还没弄清楚 你也不要胡思乱想了 舅舅会想办法的 请用茶 这杯茶我喝不下去 我一想到江海受到委屈 背上小偷的罪名 现在不知道流浪到哪儿去了 我就吃不下睡不着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证明什么 江海是为孙庆陷害的 既然证明了 那就把他找回来啊 穆聪叔 我也很想要找到江海 可是就像你说的 他现在人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啊 骗谁啊 现在简单一句话说 找不到他就好了 哈 我知道了 你是自私又嫉妒 对不对 你怕如果江海回来的话 替红他就不理你了 穆聪叔 我如果真的是那种人 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去找证据 来洗清秦江海的冤枉 你为了江海 洗清他的冤枉 只是想替自己得到一个好名声 是不是这样 你不了解我 穆聪叔 我不是那种小人 我了不了解你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替红如果不了解你 你想要得到他的心 那就很困难了 所以你一定要做给他看 要让他了解 对不对 好 我会派人去找秦江海 我会还他清白 还给他工作 该是他的 我都会还给他 我一点都不会欠他 这样就对了 君子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阿姨哥 你这个傻孩子 都已经过了快半个月了 你还在这做梦 他不会回来了 你别这么说 他只是去找船而已 很快就会回来带我回去 我要替他洗衣烛饭 还要替他生很多孩子 好了好了 你要说故事说给别人听 我还要做生意呢 我已经让你欠了十天的钱了 这样下去不行 我养不起你 不要了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对呀 女孩子怎么被赶出来了 一定是啊 住店没用给钱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是说嘛 一个女孩子家被丢在路上 人心不古啊 你知道的 一定是外地人 应该是长的嘛 标志的嘛 怎么会流落街头呢 不想到他住哪儿啊 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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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马头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马头在哪里 你带我去 这荒郊野外哪有马头啊 我只知道猪头在哪里 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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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里啊 一雪 快起来 你要过什么啦 危险啊 你要去哪里嘛 阿海哥在船上 我要去找他 但是我找不到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 你知不知道 我不理你了 阿海哥他一个人自己走了 丢下我一个人我该怎么办 哎呀 一雪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你放手了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哎呀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阿海哥 我要去找阿海哥 哎呀 哎呀 一雪 哎呀 你心情应该好不好 我带你回去 阿海哥 哎呀 我要去找阿海哥 前、前面是半证深渊 没有什么船也没有人 你想要做什么 你告诉我 我一定帮你想办法 我会帮你的 我要去找阿海哥 哎呀 阿海哥在哪里 你放手 哎呀 哎呀 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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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怎么办 老本宁 你好 快点给我一间最好的房间 应许 我是不是真的像提红舅舅说的 一旦找到秦江海 我就失去提红 我真的希望你们两个已经在外面结成连理 永远都不要回来 应许 没想到你哥哥竟然变得那么可怜 连一点自信都没有 来 大夫说你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不放心 幸好你醒了 来 我叫大夫煎药 也已经熬好了 你赶快喝下去补点元气 来 你告诉我 是谁欺负你 我马上 派人去找他算账 替你出气 啊 殷雪 你怎么会流落到这里 我去新家提亲 但是找不到你 我以为你在捉弄我 不肯见我 你走 你走 你不要理我 我是一个自甘堕落的女孩子 没有人会爱我 没有人会同情我 易雪 我爱你 我会永远待在你身边 你走 你走 你爱我 爱是什么 我不知道也不了解 我只知道 我不想再孤孤单单 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无依无靠 我怕我自己一个人 会死在外头 连我娘也不知道 要帮我收拾 易雪 好了好了好了 你放心 有我在这里 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委屈的 阿海哥 我相信我 有我 我们在哪就 可爱 我们很可爱 你 你都有我的 只是 你我虔诚梦 纷纷和和 前世今生情思难受以迷惑 许我虔诚梦 已脱脱 前世今生情思难须有蹉跎 梦你醒来不再迷惑 菩提路上你和我 梦你醒来不再蹉跎 佛光普照你和我 你我那份情往世前生意过去 保佑你阿弥陀佛 你我那份情往世今生过 若迷保佑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喜我虔诚梦 纷纷和和 前世今生情思难受以迷惑 虔诚我虔诚梦 已脱脱 前世今生情思难须有蹉跎 梦你醒来不再迷惑 菩提路上你和我 菩提路上你和我 梦你醒来不再蹉跎 佛光普照你和我 你我那份情往世前生意过去 保佑你阿弥陀佛 你我那份情往世今生过 若迷保佑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5-0 0 3-s9 storyteller